潘虹年69岁 散偶 长春衣气退休 退休金57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80平米 这个穿衣服的风格 都是那个啥 都是我的 全是我的 都是西裤啥 都是我的 全是我的 全是我衣服 穿衣服的风格也很时尚 很时尚 平时也都是穿这种 我一直这样 我一直这样 你看再看到这个 这都是我身上 全是我身上 我身上全是横圆祥的 我就买横圆祥 就穿横圆祥的 横圆祥 横圆祥 男是就穿横圆祥 你看看 天天你看看 横圆祥 男是就穿横圆祥 为啥呢 就喜欢这个牌子 宽大 还体面 北京做的 上海衬衫吧 穿的宰小 我魁梧 就穿横圆祥 还漂亮 还得太好 我全是横圆祥的 我以为你是 因为今天那个 乡亲 所以打扮的 不是 我一直在 我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看得出来 潘大哥在提起 自己家人的时候 那是满满的自豪啊 介绍完父辈 潘大哥又开始 介绍起了自己和孩子 我是热力专业的高级智商 热工专业的高级技能 我两个本都在那填的 一部你可以看 这是我的高级智商 高级技师 想像富教授代 我女儿是集中大学毕业 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 他现在是富人医师 在仪器总医院 我的姑爷是一大宗的 技术发展部队领导 也是所有学位 研究生学历 车达工程专业 麦腾教师第三版教车 不改型吗 车身他辅助设计的 在德国武中有干了一年 潘大哥是一气热力 热工专业的技术专家 2011年退休 有43年的工龄 潘大哥说 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平时没事就愿意 写个文章投个稿 这不正说这话呢 潘大哥就给红娘 读起了发表 在他们单位图书上的 一篇稿子 秋雨夹着凉风 夹着行人直打颤 计量处热工预表 陈德里出差到兄弟厂 一下火车 就碰上了这鬼天气 避避雨报 可不知这雨啥时候才能停 这大概写的是啥 就是他解决一项技术问题 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技师 你写的是你们单位人的实际 一个实际 从进屋开始 红娘就发现 潘大哥这屋里的东西很少 一点也没有和老伴 两个人在这屋里生活 二十几年的痕迹 这一细问呢 却勾起了潘大哥 伤心的往事 他有遗嘱 他把他东西全淘汰了 你可以看我家东西 没关系 他一家也没留 他不留后人 对后人尊重 把遗嘱全烧了 用那个小解放车 烧下去车 完整漂亮 净时装 潘大哥说 老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 要把自己的东西都烧掉 一是怕活着的人有忌讳 二也是怕潘大哥触景生情 现在家里只有一件 和老伴有关的东西 那就是一张照片 这旅游造的 那两种族的旅游 没种族 就是上台湾去一次 上欧洲五国去一次 上青岛 上上海 北京就都去了 到台湾的时候发现的病毒 这条路